有没有问过剧组为什么选择你出演零号 红雷跟我打电话 那个一星啊 你过来演个戏 跟伯格那个艺术好戏是一样一样的 就你过来吧 我说哥本子也给我看一下吗 一星这就是一个信任问题了 我说哦好的好的 既然谈到信任问题的话 信任是一种滑稽的好感 所以没有读本子你就来了吗 没本子那个时候 手印把我拉过来 我那个拉你跟导演聊聊 你看看 都一说到这儿了 那当然了要聊了 你就拉了500导演进来 我说500导演 我也看过你很多作品 我说那个能看一些剧文什么的吧 孟雷说 你兄这其实就是个信任问题 好嘞 好嘞 我说好的好的 信任 我说信任 信任各位大哥 总之骗人在采访里讲 需要一个和孙宏雷有默契度 同时不被气场压制的年轻人 网友讲就是在报你的身份证 跟红雷哥一起演戏的时候 特别是在医院那场戏的时候 红雷哥就这么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压迫感真的很强 但是因为太熟悉了嘛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一种浓浓的笑意 还是觉得是我红雷哥你知道 但是因为红雷哥的专注与信念感 他是会把对手 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 去真的相信 他就是当时的那个角色 从而也让你进入到角色 我觉得这是好的前辈 好的演员 好的老师 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帮助 红雷哥怎么指导你演戏 红雷哥他 他给我提了一些表演方面的一些小设计以后 帮我捋了捋领子以后说一心 嗯好好演 我想好雷哥 把那个劲儿都弄出来 我说好雷好雷哥 然后反正没事 有什么事搁带着你 看到红雷哥的时候 他一直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切 但是他会给你很多建议 给你想法 然后教你很多东西 然后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他爱我 他爱我 戏中有很多细节设计 比如说抠牙 我做了一些小的设计 但这些设计也是跟红雷哥都有探讨 红雷哥说 哦这个OK 然后500导演也说 OK 这个OK 这个设置OK 其实我是在拍这个戏之前 去体验了生活 就是在我们长沙的这个 刑警大队 周队长 带我去体验的生活 然后呢 我就发现 其实大家所思考的警察的模样 跟实际的刑警的模样 是不一样的 他更猛 更强 男子汉的魅力 在这些刑警们的身上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管是他们出警 或者是他们审讯犯人 甚至他们吃饭 都能够感受到 刑警的阳刚之气 那种力拔山西的那种力量 只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很洒脱的那个劲儿 用一种很外向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 而且就是正义中间隐藏的一丝邪恶一样 把那丝邪恶剔出去 后来还跟那个500导演聊过说 再来一个拔牙的这个戏 把这个拔了就全聚中 我说可以啊 因为我致死也没拔呢 因为我致死也没拔呢 对啊 然后说去拔 但是他们说拔完牙以后 这边要肿这么大 然后后面的工作没办法进行了 就拔不了 就这个就取消了 从郝先生到扫飞风暴 相差了五年时间 红雷哥有没有正面或侧面 夸你演技进步 红雷哥觉得我应该多 跟各位前辈们多学习 多去演演戏 给自己一些时间去进修啊 学习啊 真的能够不复他们的期望 成为一名好的演员啊 这个是所有哥哥们都跟我说过这个话 包括您刚刚讲到五年了嘛 其实昨天男人帮的群里面 还在讲这个事 每一个哥哥们都对于我的这个三十岁啊 给予了就是大家可能 呃 线上看不到的寄予 而这些寄予又伴随着我们极限男人帮的情感 也是属于我们极限男人帮的五年六年 师傅的文笔 说的真的太打动人了 就是看了真的是流眼泪 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能遇到一帮 这么支持我的这个哥哥们 安补于行动的物料感觉剧情扑朔迷离 其实这个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系 具体详细的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到它上映之前 应该也会做一些宣传 然后我们再等于你们再来采访一下 票房上有压力吗 我觉得这个做有意义的作品就好了 其实 网络诈骗真的挺吓人的 我记得导演在让我演这个戏之前 给我看了大概11个G的资料 他那些资料里面装了很多很多 关于网络诈骗的真实的案例 真实的视频 真实的一些报道 都是一些显为人知的事 你遇到过网络诈骗吗 我一般不接不认识人的电话 对对对 最近沙青的捕鱼行动 有没有get到什么新鲜的演员体验 我就在捕鱼行动里面非常开心 认识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相信他也这么认为 我们经常对乐当歌的这个 王传军老师 因为我们都天平座 我们两个对于两个人 内心的那股执着啊 其实是能够互相能够理解对方 能够感同身受的 然后所以我在跟传军歌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开心 基本上是每天晚上是 特别是晚上两三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唱起来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唱歌 然后发过去后 王传军老师那里就oh my god 也来个oh my god 搞完了以后就开始 传军老师也开始唱 唱完了以后 我也不服 然后我说哇唱得太好了 然后马上又再唱一首回赠他 然后最后 一直这么来来回回 可能来个五六 五六条七八条 有时候十条多的话 或者说哎呦 baby 我实在是搞不动了 他说我先睡了 我明天要起大早 拍早出工 我问我说好吧 我哟你睡吧 然后最后送他一首晚安的歌曲 对 王传军有在片场相互切磋演技吗 我也不知道叫他什么 因为我一般叫他baby 王老师身上其实学到了很多关于 除了自身表演以外的东西 他比方说除了我注意我以外 我要考虑到对手以外 我还要考虑到周围所有的场景 跟每一个道具的运用 包括这个道具放在这 是不是我能够用它来做点什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蛮蛮受益匪浅 你知道贝壳们也因为你也逐渐成为了舞蹈方面的百科全书吗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嘛 就好像我因为有了这些贝壳 慢慢的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跟更多人看到我 那贝壳因为我了解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互相学习 因为我看我贝壳也慢慢在长大 然后他们的聊天的东西 po上来的东西 包括他们抒发的情感 就越来越看得出来 哇不一样了 包括他们自己也有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 新的家庭 也有了家庭成员 然后大家一起去旅游 然后去结婚 然后来到长沙也来长沙看看什么的 觉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非常良性的 这样的一个文艺工作者跟支持者们的一个关系 我希望也能够给我的贝壳一些正面的引导 然后引导他们不要太丧 要有激情 有正能量 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朝着自己的目标 大胆地往前走 你和尖嘴动物观在小黑屋里24小时 vs你独自在荒岛度过10天 非要选择一个的话 荒岛上面有没有尖嘴动物 那有蛇吗 如果只是荒岛 什么都没有但是能够就是生活嘛 我选荒岛 就没事干嘛 跟那种尖嘴动物待在一起干嘛 这是为什么呢 就想不出来原因 而且你也不喜欢他 你喜欢他 你喜欢本性抱着他吧 会不会对尖嘴动物改观 改观了 会觉得变可爱了吗 可爱谈不上吧 你们觉得尖嘴动物可爱到哪里 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可爱 但我觉得尖嘴动物就是让人敬畏 尊敬的就是 你看母鸡它们把蛋生下来 它就让人甩甩片片拿 要尊敬吧 无私的奉献 奉献精神 畏惧在哪 畏惧在他的这个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酌你一下 不容易啊 对吧 网友会用动物形容帅哥的长相 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系的帅哥 首先我觉得 我应该不算特别帅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 长相 OK 但是呢 你们不要看外表 要看内在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 我也是一个自屈力非常强的人 当然 我希望未来也可以成为更有实力的人 除了创业 有get什么抖音新党吗 我是真没看到啊 你看我上抖音 一般就是 我上去了以后 他会有一个老师在讲课 比方说他讲的是财务 财务分析课 那我就会去购买 你们其实可以看得到我买了些什么课嘛 你看张一新那个账号下面 我所有的课基本都是跟这个企业相关的嘛 我基本没有看到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也没看到 根据抖音的大数据 猜测一下大数据给你的是什么定位 无聊的人嘛 不怎么发抖音的人 你觉得会是什么词条 正能量 你平时刷抖音的频率怎么样 我刷的很勤啊 一般抖音大数据都会给你推送什么 创业 我抖音推出全都是企业 这企业老师的讲解 怎么去做一个企业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屏ww